大家好我是Jerman 這是一支道歉影片 我覺得既然我是從YouTube平台發跡的 也有很多粉絲朋友的關心 所以我還是決定拍這支影片跟大家聊聊發生的事情 這兩天新聞超級多 有一些內容正確 有一些是捕風作業 那我的確在今年國外跟台灣呢 都有稀釋過大麻 也有吃又少量的大麻滋用 警方問我時呢 我也全程的承認 我並沒有對警方跟警方否認稀釋 只是我的確已經一陣子沒有使用了 這一部分呢 我已經全程配合警方進行驗尿 希望檢驗的結果可以證明這件事 那一切都是按照他們指定的流程 如果他們要驗頭髮 我也沒有問題 我的頭髮都還在 那我人也還在台灣 那新聞上照片中的大麻呢 應該是整次 企圖行動查獲的量 而非我本人持有的量 接下來 我要跟我的觀眾 與粉絲道歉 我真的很抱歉 謝謝部分的人幫我說話 但我自己很清楚 在台灣吸食大麻 就是違法的 我執法 我執法 犯法 這百分之百是我的錯 我無從 推卸責任 壓力大 也有很多可以紓壓的 健康 與合法管道 身為公眾人物的我 絕對是最錯誤的示範 希望各位台灣觀眾 如果壓力大 也千萬不要犯法購買 跟吸食大麻 我全部平台的留言都沒有關 有大量的留言跟私訊 不管是批評的 酸我的 做迷因的 我都接受 擁有話語權的公眾人物 做錯事被批評 我覺得是應當的 也很感謝那些替我講話 鼓勵我的朋友跟觀眾 但請不用 為我跟其他人吵架 因為我覺得我活該 你們未來如果還願意看我的影片 我就很感激了 那我接下來呢 也會聽從律師的建議 並繼續的配合檢調偵辦 我不會逃避 也絕對不會再犯 接下來 我還是會持續拍影片 我自己是非常愛創作的人 不管是短影音或長影音 當然你也可以解讀說我愛錢 但我想日久見人心 一個創作者喜不喜歡拍片 經過時間檢驗 應該是看得出來的 目前就是要對決庫存 還有兩三集 我接下來會繼續維持拍攝 我強烈希望這個節目不要中斷 我會努力多囤一些影片 其他系列的開箱影片 跟之前聊到規劃中的新節目呢 我也都會繼續拍 最後 我想跟我最愛的媽媽道歉 雖然我昨天已經當面跟她道歉 但我覺得自己真的是錯的離譜 我不應該這樣子傷害你的心 任何藉口 都不應該做出這樣的行徑 我會努力來改過 希望你可以相信我 雖然 我不是一個完美的兒子 但我 會是一個願意改進的兒子 我會想要請你 按摩